詩編二十七編第四節 我們一起讀 有一件事我尋求耶和華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占養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問 因為我遭遇患難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裡 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 將我高舉在盤石上 現在我得以昂首 高過四面的仇敵 我要在他的帳幕裡 歡迎歡迎獻祭 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這裡有一句說話很特別的 就是一生一世 他求問求神 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占養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問 這裡看到 大衛是很渴慕神 而且他與神有密切關係 他都時時經歷神 他可以去到聖殿 占養神的榮美 向神求問 他亦經歷到 在患難中的神 暗暗地保守他 將他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 即是如何保護他 祝福他 以及在四面的仇敵中 他可以昂首 有力量 可以歡迎獻祭 他就從神得力 這就是大衛很明顯看到他的生命 然後詩篇二十七篇第七節繼續 耶和說 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 求你誰聽 並求你連述我 英雲我 你說 你們當尋求我的臉 那時我心向你說 耶和說 你的臉我正要尋求 不要向我掩滅 不要發怒趕俗伯人 你向來是幫助我的 救我的臉 神不要刁吊我 也不要離棄我 我父母離棄我 耶和說 必收留我 這裡說到他去尋求神 去呼籲神 求神去垂聽 求神不要向祂掩滅 然後不要離棄他 第十節很特別 他就算我父母離棄我 耶和說 也會收留我 大衛他的父母 沒有離開他 不過他只是說到 如果這件事發生 他都深信神會保守他 這件事都希望可以安慰大家 如果你家人對你不太好 你知道耶和說 會收留你了 第十一節繼續 耶和說 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敵的緣故 引導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 遂其所願 因為妄作見證的 我口吐空言的 起來攻擊我 我若不順在活人之地 得見耶和說的恩惠 就早已喪膽了 要等候耶和說 當壯膽堅固你的心 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說 他就求神 將他的道指教他 引導他走平坦的路 不要將他交給敵人 他第十三節很特別 我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 可以看到神的恩惠 我就已經喪膽了 這句說話很大的鼓勵 即是說 基督徒應該相信 我們在活人之地 可以看到神的恩惠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否則我們根本沒有盼望 神如果只去天堂祝福 我們今世不祝福 即是沒什麼用 我們再讀一次十三節 我若不順在活人之地 得見耶和說的恩惠 我就早已喪膽了 最後他就呼籲他們 去等候神 鋼強壯膽 作詞麥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